婚礼的正常进行下去 这对于每一个婚礼策划人来说 这就是完美的过程 可是如果只是单调的按流程来 中间没些突发的彩蛋 这个婚礼给人的印象也不会太深刻 就对于我同学小王的婚礼来说 那场婚礼对他而言绝对是难忘的 小王婚礼当天按照规矩要改口叫家长 改口也不是很轻松的 要有规律来还得进茶 双方父母还得给改口费 首先是小王先开始海口 进了茶公共茶后 公共便迫不及待的拿出了红包 小王甜甜的喊了去吧 对于婆婆进茶后 婆婆却没有什么反应 小王以为得叫完后才会给 可谁知小王叫了一声 婆婆笑了笑 小王接着叫婆婆还是笑了下 接着小王一口气叫了十个妈 婆婆依然没有掏钱的意思 下边的人看得着急 这到底是怎么了 纷纷议论起来 连小王自己都感觉 婆婆在唱那一出啊这事 当小王低下头时 却发现红包原来就在自己的脚下 尴尬地捡了起来 这下这尴尬的氛围才解除 原来婆婆在公共给的时候 就拿了出来 以为要一起给 可谁知是公共一个人 正准备放回不小心掉了 又不好意思捡起来 才出现这种尴尬的事情 朋友们 你们对于这场婚礼 有什么看法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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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